WOWOWOW MERRY CHRISTMAS 上個星期買一把紅蘿蔔 19p我也以為自己收到筍東西 怎料今天看還是不花錢 唉 這個聖誕大家有什麼做啊 今集想帶大家逛逛聖誕節的超市 和分享一下我以前九路座在這裡讀書的點滴 最近都會見到很多應節的聖誕食品 吃下去都是那些Christmas pudding Christmas cake那類 好不好吃就因人而異 每個口味都不同 有興趣的就自己買回來吃一下 這個水果豬肉火雞派真是令我打完問號 終極大佬出場了 哇說我當年的九路座就是吃了mins pie之後 以後聽到所有聖誕食品都不敢碰 其實這些傳統聖誕食品主要都是一些乾果 一些水果 加上一些香料混在一起 那我的九路菜就真是 極度討厭果乾 還有那股Cinnamon的味道 所以呢 我們都不會再試的了 你看看那些菜便宜到 明明寫19p的嘛 怎料門口是不花錢的 真是挺搞笑的 不過因為這陣子可能是聖誕節的關係 所有菜都真的超級超級超級便宜 我那天錄我的波叔Facebook明明說 這裡的食物被人搶購一空 你看看 全部都是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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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拔山河欺蓋世 史不歷系 科世衛 777 咦 武漢肺炎 我最近有個新朵 叫做英國變種病毒 是的 武漢肺炎 都是叫我做 英國變種病毒 呃 武漢肺炎 英什麼國啊 沒有肺就沒有肺啦 請 我們今個聖誕呢 都在這個超級市場 買了一隻大雞來焗 你看看 這麼大隻雞 都是三磅半 除了吃雞 吃肉之外呢 都還有不同的海鮮選擇 雖然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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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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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就切片 酸就这样按扁就可以了 蔥的就不断切断 是时候要爆香你的花椒发觉了 不过你记得我刚才说 我买不到花椒 所以这次我只是用花椒油来代替 鱼下煮食的部分 我都没自己看片都会知道怎么做 那我就不详细多说了 在这段时间我想 介绍一下我两位狗奴才 以前他们两个都在英国读书 两个都大约读了8年左右 大学毕业后就回到香港做事 都做了10年了 那现在因为BNO又开了 所以他们就回到英国这边生活 所以都想值这个频道 跟香港的网友分享一下英国的生活 点滴 互相support一下大家 如果各位网友有什么想知道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也可以拍多些影片分享一下我们的experience 那在这一条影片我都想值此分享一下 我的狗奴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的一些点滴 最近有很多网友都问 咦现在过来英国可以不用钱读state school 那到底应该选哪一类型学校读好呢 我的狗奴才小时候呢 是读私立的boarding school 那跟香港的私立学校一样 始终私立学校的资金上会比较充裕 所以私资和设施都会比较优劣 而且选科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学科可以选 例如art已经可以洗分为photography fine arts graphic design 和ceramics 那另外还有些比较特别的科目 例如politics media studies agriculture studies 每一个科目都会有assignment 而assignment占分都颇重的 老师会在学年之中一路monitor着学生做assignment quality 所以变相考试的时候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整个学习气氛都很positive 下一集我将会邀请我在英国和在香港都教过书的朋友 和我们分享一下在英国选学校的小贴士 嘩嘩嘩 这个绝对不是小贴士 我相信你在第二个channel都不会听到的 那么重要的资料 记住开订钟仔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下集见